结果你准备了一支错误的灭火器 你准备了一个根本没能复灭油锅火灾的灭火器 事实上呢 干粉灭火器根本无法复灭油锅火灾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九三先生 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 让你朝安全用来上一步 嗨我是金金 大家晚安 晚安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主题就是 火灾的种类 火灾的分类 其实火灾的分类啊 这个并不是一个全世界共同的统一标准 另外在台湾呢 我们这个可能要去看灭火器任何基准 把火灾分成了四个准备 就是A B C D A类火灾简单讲就是普通火灾的 一般可能物 路头啊 橘啊 或者是我烧塑胶啊 烧衣服啊 这通通都是A类 B类火灾其实就是毅燃性的疫情火灾 在热口基准上面又写说 它又称为油类火灾 就是像我们讲的酒精啊 汽油啊 那些东西 C类火灾呢 它是叫电气火灾 它真的要讲话是指 它还是在通电中的状态 而有火灾的情况 假设我今天电线短路走火 结果烧起来之后 那个电线已经被烧断 它就已经没有在通电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A类火灾 这样子 对没错 有些人会觉得说 啊电气火灾 只要是电气因素造成的 通通都是 其实不是 我如果今天是通电中 那我就不能够直接用水面 对不对 那已经没有通电中了 我用水怎么泼都无所谓 所以这个分类 它会比较跟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灭火方式 会比较有直接的关联性 再来第一类火灾 就是你刚刚讲的金属火灾的 那这个又是一个 在居家环境中 更不太容易探索的 那这个金属火灾 它指的是说 像我们那个 很活性的金属 像链啊 像链啊 它给你丢到水里面 它就会烧起来 所以你也不能用水去灭 但是它也很少见 所以这个东西会出现 大概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实验室啦 工厂 这个是台湾的分法 ABCD A类普通火灾 B类油类火灾 C类电气火灾 以及D类的金属火灾 可是呢 我必须要 我说一件事情 台湾的这个分法呢 分得并不好 你去注意看一下 灭火器上面 它也会跟你写 几个英文字 表示说这支灭火器 可以灭 写种类的火灾 而我们最常看到的 该整灭火器 通常就会是写着 ABC 意思就是我可以灭 A类 B类 C类 那我们如果遇到 这样的分类方式 跟这样的逻辑的话 我想请问一下 厨房的油锅烧起来 它应该是属于 ABC的哪一种火灾呢 B吧 因为有油啊 没错 所以呢 照这样的逻辑 干粉灭火器 可以灭B类 油锅火灾 就是属于B类火灾 所以我干粉灭火器 应该要可以灭得掉 油锅火灾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事前准备 我会不会就想说 那我去准备一个 可以灭B类火灾的 干粉灭火器 所以各位 这就是我说 这个分类不好的地方 因为呢 事实上呢 干粉灭火器 你根本无法 扑灭油锅火灾 结果你准备了 一支错误的灭火器 你准备了一个 根本没办法 扑灭油锅火灾的 灭火器 就像去年 莲花食品 那场火警 他们就是 油炸去油锅烧起来 那最近我也知道 就是他们的那个 现场的安全管理人员 被起诉了 他当时起诉的 有一个原因啦 是说 他在火灾刚刚开始 没有积极的使用灭火器 因为莲花食品 他们现场设置的 灭火工具 是二氧化碳灭火器 他打从一开始 灭火工具 就是根本无法 扑灭油锅火灾的 所以就算这个人 打从一开始 就很积极的在抢救 我跟你讲 灭火失败 是一开始就注定好 其实呢 在国外 他们会把油锅火灾 跟毅燃性异性的火灾 是分开来的 例如说像在美国 他们会把厨房的 油锅火灾 叫做黑类火灾 黑是因为这个就是厨房 叫kitchen 然后在欧洲呢 他们是叫做F类火灾 我还记得是fat 对fat 甚至是质 食用油 不一样 F类火灾跟B类 毅燃疫情的火灾 到底有什么不同 B类呢 它比较精确来讲 应该叫做 毅燃性的疫情 而不是油类 它那种在常温的状态之下 就会挥发出油性 就很好烧 你把汽油倒在地上 然后点一根火柴 丢到汽油当中 就烧起来 对就烧起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汽油要烧起来 很好烧 它烧起来之后 它的这个油温啊 不会搞 但是呢 沙拉油不是的 沙拉油里放在常温之下 它根本不会产生那些 你如果之前点了个火柴 丢进沙拉油里面 吸掉 对会吸掉 今天沙拉油 你要让它烧起来 你要先在外面 给它加热 加热到那个油温 非常非常非常高温的时候 那个油才会开始冒烟 才有机会烧起来 沙拉油烧起来的时候 它的油温其实非常的高 干本也好 或是二氧化碳也好 药剂一喷下去 火呢 虽然一瞬间好像被扑灭了 可是当药剂一散掉的时候 它重新接触到了氧气 可它的油温已经高到 足以日燃了 所以呢 这个沙拉油油锅 它会复燃 而汽油不会 汽油你灭掉就灭掉 像这种情况呢 会建议大家用的是 像我们自己家里准备的 我们叫做重宅用灭火器 我们如果有准备好的灭火器 当然就用灭火器灭嘛 那如果没有的话 会建议大家就是用锅盖去盖住它 要拿一个就是 跟这个锅子晒死了 要合的 要吻合的 要一套的啦 所以买锅子 记得连锅盖都要一起买 所以你只要配个好 里面的火是一定会洗掉的 不要呢 好奇心做碎 手键 把它先开来看看说 到底有没有洗掉 就像刚才讲的 你又让它接触到氧气了 它这时候火会占得更大 盖上锅盖之后呢 下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关掉瓦斯炉火 因为我们也做过实验 如果你没有把瓦斯炉火给关掉的话 就算你盖一个锅盖 盖得很好 最后 它这个锅子还是会烧起 所以呢 盖上锅盖 关掉炉火 静置冷却 等它三分钟 那有些人会想说 我要不要把它用那个十毛巾 盖住它冷却啊 或者把它去水淘冲啊 我们建议各位 不要再多做这些钝鱼的事情 不要做那种 可能会烫伤你自己的事 对可能烫伤 你还不能打翻烫伤之后 你又让那个锅 油锅又接触到氧气了 就火又烧起来 有些人说什么 关臭烟机 其实我讲真的 关臭烟机没那么要紧 如果我已经长大 到可以被臭烟机影响的话 那个阶段是你连盖锅盖 你都复理不了它 我觉得你想关 从油锅盖就关 但是不要把顺序搞错 就是第一个就是 一定要是盖锅盖 然后再关入火 顺序不要弄错 其实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间点 你最紧破最紧破的断座 其实是盖锅盖的件事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么希望呢 今天的分享内容 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 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 获得收获的话呢 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 另外想问大家 厨房里面的灭火器 你是准备哪一种呢 欢迎下面留言 那今天就到这边咯 下次再见 拜拜 可是如果 不管是港版还是泡沫 我觉得我都 一想到喷之后要清理 我真的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家里 准备那个住宅有灭火器 它的内容物 它其实不是水 它是强化液 它主成分是水 但是它有加上一些药剂 让它有很迅速的降温效 住宅用灭火器 它其实灭完火之后 使用药剂量不多 然后它也不会像干粉一样 喷得到复都吃 所以呢 我会选择那一支灭火器 也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它事后清理 其实相对啦 不会给你带来那么大的困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